继续带您看的这一位呢 本来是很想要回到家乡去当农夫的 满腔热情的他 后来却发现原来农夫是这么的难当 他种什么就失败什么 后来他是从一间老房子开始 发现不用自己种田 他找到了帮助农夫和农地的方法 人间越来越少 就是以前热闹的那个街道 可能到晚上八点九点就开始没什么人 你就会落差很大 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说 那如果我自己能做什么 王南景返乡为台南柳营做的事 从这间老房子开始 里面都是用废弃的棧板去做的 所以他一定一段时间之后 他的耐久性就没那么好 所以就必须要再重新在 他看网路影片自学修缮 把荒废老屋改成食农基地 在这里用在地小农的好食材 做好料理 就是味噌 就是味噌酱 好啊 我是味噌酱 要保留原味又要有创意不容易 没餐饮背景的王南景 以前在台北做行销企划 下厨纯粹是兴趣 但这些年为了餐厅要设计菜单 他花好多时间不断钻研 还好他味觉敏锐对料理有想法 身边还有得力助手 那是考过餐饮证兆的妹妹王美纯 本来在工厂上班的他 是在听了哥哥的理念后 决定转行力挺 他说他想要做一个三方共航 就是对农民有帮助 然后回馈这边 我就觉得很酷 他是指挥官 然后我是执行者 就是我去让他把他的想法跟我讲 然后我就去做 只是要跟紧哥哥脚步不轻松 才刚试好素食菩萨曼的调味 这指挥官又有新想法了 我想要一半用烤 一半用煎的 那是要是之前没料理过的龙虾 他坚持的真材实料 是连配料酱料高汤都得自己做 起初真枯了美唇 百里香 然后 你的比例多少 一比一比 一比一比 然后 你的外的丁管 在外地学到的东西 回来到这边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冲突 我就觉得 根本不能用 因为很多都是浓汤 浓缩高汤 然后给你比例 对 可是我们这边不是就是要一直熬汤 食材饺料和没用完的有机菜也不能浪费 它其实像枯黄没有什么就是黄叶的 但是其实它口感上它不会因为这样黄叶变得不好 它还是可以打酱 它会用香料的东西去带出不同的味道 然后去蹭出来 对啊 所以它其实认真讲话其实蛮厉害的啦 我把你做每一道菜都会滚耶 因为它要看看它的不同的温度下 它变化的有没有把那个你不要的味道去掉 但看到哥哥的坚持和用心 美唇还是决定一起拼 他知道哥哥回乡这七年多来 有多辛苦 为了让餐厅稳定能推广理念 带动小村一刻都不敢松懈 每周推出新菜色还尝亲自跑产地 我们会习惯就是说到农场里 直接去了解它栽种的方式 然后种的品种有什么差异性 它的口感 王南景会希望妹妹和员工一起去 那我们就下去栽菜了 像我们直接在菜园里摘的时候 会直接试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了解它菜本身的 原本的味道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在料理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我们要怎么去调理它 它一个特殊的乳林旁 他想知道每个人的想法 从中找出方向 就像当初回乡也是多方考量才做决定 那些年各地都在推有机栽种 柳营刚好有有机园区方便观摩学习 厌倦台北生活想转换跑道的他 于是决定回台南当农夫 就跟我讲说叫我进菜刀 就说那个夏季很好活 然后我就种了 我就种了那一片 我的负责的那一片田 我就真的种满了菜刀 可是当我去采收了之后 只有一颗是活的 我种什么就没什么 对啊 我跟你讲 那个菜刀是唯一还有一颗的 像那个夏玉米的 连玉米也没长起来 地瓜也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我让 就是我心里头就觉得说 怎么会这么倒霉 当时他真的好回心 正当犹豫着该不该继续时 得知原本对务农充满热情的农友 竟早一步退出 然后我就看到 那个高丽菜园只剩下那个梗 对 隔壁的因为有喷药 所以糖没去咬 他没 然后他说我这样没关系 我从家里来咬咬 然后又将现实状况的问题 他就会收回去 对啊 我就觉得很可惜 那我就回到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也种不活 自己种不活 那我想说那我来做根 那我可以做我可以做得到的事 有机对人和环境都好 实在不该放弃 不擅长务农的他 如果要持续为农业努力 非得想办法不可 产业是有上下游的分别 那我就会从其他方向来思考 那我随着他们卖菜 喜欢他们做设计推广 那甚至于做成餐厅 让大家吃到他们的产品 让吃到的人喜欢这些东西 留意这个特性 越多人支持真实物 小农才会越有动力去生产 想通了的王南景 萌生创业共好的想法 我不是帮助农友 而是我跟农友是互相帮助的 所以我们没有 我们要跳脱那种 帮助者跟被帮助者的既定思维 是大家是一种互相 才能够形成一个伙伴的关系 不只卖农产品 小农销售上的问题 他能帮的一定帮 好 拜拜 再见 我们在板天的录影 拜拜 拜拜 有一次听到农友抱怨 被厂商跑单 不知如何处理 无法酒放的大量蔬菜 他就想到一个方法 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公告 就是说有新鲜的一些菜 然后又想说 如果自己吃也好 然后或是说你想要 我们帮你捐赠也可以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 从几百公斤 就是几百斤几百斤这样送 它生产过量 或是说它遇到销售上有问题 甚至于它可能有那个品质 像被那些平台打掉的之类的 那我们就用捐赠的方式来做处理 谢谢你们 对啊 今天刚去摘的 对 开放任捐 菜很快销售一空 他们在帮忙把爱心 分送到五个社府机构 帮了农友 还能对更多人好 证明了懂得变通 没有过不了的难关 务农失败就换个方式发展 即使那又会是另一个挑战 拜拜 拜拜 当年很凑巧的 就在他打算创业时 发现社区里有栋老屋 荒废已久 村子里多数是老人家 没人能乘租整理 屋顶都是破 然后也没有水没有电 然后里面就什么 这些壁除什么这些都没有 就是很破旧的一个状态下 可是我发现它很特别 它是水利工作站 那以前这边的灌溉用水 都是由这里的工作站去做调解 所属单位这里有一个匾文叫 龙兴水利富民生 然后我就想说 对啊那以前就是这样 那以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人角色 以前专长做商权规划的他 越想越觉得有意思 决定积极争取成租 我就想说 那如果我把我这边整理好 然后去把跟农业做结合 就是我会让这边人家来的时候 可以做用到这些买到菜啊 然后也会可以透过来修这个 卖菜来筹钱修房子啊 他乐观地以为花四个月 就能落实他的共好事业 还能兴农富民生 让小村不再因为人口外移 继续萧条 不料整修老屋比务农还兼具 本来一开始是想找师傅做 找一些师傅来做 可是他们报完这样的时候 又觉得自己更支应不了 更支应不了 然后想说那干脆我自己来 所以我就开始学 可是我发现就是要修到好 不只是一个月 因为原来我花了快四年时间 才修完这个房子 困难很多 然后要花要支应的费用啊什么的 可是你看一看 你还是会觉得说 不想放弃 那种心里头鼓子 那种想要坚持下去 那个倔强还在 那倔强是不让自己和村民失望 阿公阿嬤或是一些居民 他告诉你说 他比较老的 他说他小时候曾经在这里帮工 一点一点一点 累积的时候 你就发现 因为他这里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故事 第一天电灯亮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我很多好朋友 就说 我这边有电灯的谢谢 我这边有电灯的谢谢 你知道 因为那种感动 就是觉得会感觉 就是说 我努力了这么久 总算有电 不好意思 先给你上个手 努力四年留住在地人的回忆 但挑战还没结束 餐厅经营学问更大 像这一天预约客人临时告知 不能吃虾 我问看看 你等我一下 这让他有点紧张 为了食材新鲜 才预约制的他们 每次准备的份量分数 都很精准 海鲜的换成鸡 海鲜的换成鸡 对 还有汤 不够 不够 因为那个汤里有蜜 不可以吃蜜蜜 看来只好硬着头皮 请还没开动的客人 换锅帮帮忙了 还好这一次是熟客能体量 初期他们曾因为 坚持游戏规则 差点撑不下去 这一整个月可能来的客人 不会超过五个手指头 也有这种时候 那这就很煎熬 你又要发薪水 我就觉得好恐怕 只好不断在料理创意上突破 再加上对食材新鲜的坚持 熬了两年多 慢慢培养出汉客人互动的默契 慢慢吃我们煎熬 我们会翻出来 谢谢你们 有时候我们常常人生 会觉得遇到关卡过不了过不了 可是其实真的过不了吗 我觉得或许我们只是还没有找到 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而已 脑筋转个弯 也许转机就在眼前 王南景也是不断调整方向 才在黑暗中看到希望 改造老屋推广理念 帮助了农民 也办活动活动活络了小村 他的努力让这里从一间房子开始 一群人一个社区一起慢慢变好 他不见得会带给你多大的 所谓的经济效果 但是这个事情他至少 会给你一个力量往下走 对这是我觉得很宝贵的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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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